哈囉大家好 我是Lucy 聖誕節快樂 你有看我頭上的腳腳嗎 很可愛對不對 那我今天是要來做一個Q&A的問答時間 有沒有機會看到跟寵物互動 昨天有拍了一段我在跟他玩的影片 我順便放一下 Eddie聽到了啦 零食 你要大便對不對 你要繞去哪裡 掉毛了啦 你要去睡覺 你才剛出來而已 什麼時候 開始追Beauty Pie的影片 然後翻譯 大概是 四年前 開始看他的影片 然後 後來是因為看到 其他人翻譯的作品 然後覺得自己也可以試著翻翻看 然後就去翻了 最喜歡Peauts玩什麼遊戲 最後的生還者 Peauty Pie和寵物選哪個 嗯 他在那邊看著我 所以我選他 翻譯遇到最大的困難 因為我身體其實 真的狀況非常的 不穩 所以有時候頭很暈的時候就沒有辦法翻譯 然後或者是翻譯得很糟糕 然後單字自己也記不熟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遇到的字是同樣的字 可是 卻 一直忘記 然後去找字典 我覺得自己很煩 可是 好像也沒有辦法 因為 醫生有說過這本來就會影響記憶能力 最想跟哪個台灣的YouTuber合作 因為我平常沒有在看台灣YouTuber的影片 所以我也不確定是哪一個 可是我最喜歡的應該是阿滴英文吧 因為他就是我之前有提到 就是 他很會教英文 然後 其實 蠻好懂的 大家如果 英文不好可以去看一下 怎麼處理不曾聽過的單字 就是 聽他的音節 然後去找怎麼拼 然後 試著去 找字典 把它找出來 就這樣 放翻譯影片的步驟 可以 我可以下次試著放放看 可是因為很常 我可能就會 說死吧 怎麼學習英文的 以前 小時候就很常 聽到 爸爸放那個 英文老歌 然後 就習慣了 英文的 口音跟旋律 然後 也很愛看西洋片 然後 就是這樣學英文 然後後來其實有找家教 因為 我高中的時候成績 沒有考的特別好 就是自己覺得80幾分還不夠 想要考就是幾分 所以都有請 家教來教 平常喜歡做的事情 為什麼 平常喜歡做一些手作的作品 像是 呃 花圈啊 或者是 手鍊 有時候也會做那種手工卡片之類的 就是覺得 算是一種動腦吧 就是我覺得這樣很好玩 不過下去的動力 就是三個 家人 能讓我快樂的事情 還有你們 精進英文程度的方法是什麼 其實我有遇到一樣的問題 因為 其實 頭暈啊 或是鼻子過敏 其實都會影響記憶力方面 會 多看一點 可能脫口秀 或者是 呃 多聽英文歌 去裡面找 我沒聽過的單字 然後 因為他們是影像 或者是 旋律 所以你可能 那首歌聽了很久 那部片 看了好幾次 然後你就會記得那個字 然後你每次 看到那個字的時候 就會想起那個影片 我覺得這是 記單字的一個方法 可是 可是因為 不是每部影片都會有新單字 而且那個單字 你不一定用得到 所以 我覺得可能要看個人 記單字的方法是什麼 每次翻影片要多久 不一定耶 要看長度 像是 最近 內部 五十分鐘內部 就是 最後守護者 最後一集 我花了 我花了五個小時 才翻完 然後 不加放字幕的過程 喜歡畫畫嗎 喜歡什麼顏色 然後夢想是什麼 畫畫 喜歡啊 可是我覺得 自己因為沒有學過畫畫 所以 畫出來的東西 不一定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優秀 我之前放的影片 好像點閱率也不是很高 所以之後可能會想 改往手作的 影片那邊去拍 然後 喜歡的顏色是 天空藍 夢想就是 成為YouTube Dash 有沒有想過嘗試 Lucy does everything 沒有 因為我覺得 不適合我 我可能比較適合靜態的 喜歡吃什麼 主食 喜歡吃白飯 點心喜歡吃抹茶冰淇 喜歡的對象類型 高 陽光 會帶我去看醫生 除了翻譯Pews 還有誰 我翻過 Markiplier的 對 其實他的系列 會比 PewDiePie的嚴肅一點 因為他比較 就是認真的在解釋恐怖遊戲 其實他的影片真的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只是他畫 真的太多了 我放字幕的時候非常痛苦 翻譯的契機 就是看到別人翻譯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也可以翻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就 就去嘗試了 起床發現YouTube跟Facebook不能用 我會怎麼做 我可能會崩潰吧 因為我現在主要都是在用YouTube啊 然後Facebook是還好 應該是只有YouTube會讓我崩潰 最後的生還者2 推出之後會不會再翻譯 會 可是速度可能很慢 因為現在已經大學了 而且大學課其實也不是我想像中那麼的鬆 就是看Pews有沒有玩 然後看他每一部影片的長度是多少 我才會決定說 會不會著手去翻譯這個系列 然後現在是想要大概說一下 就是有一位粉絲提到說 我會不會收 就是粉絲送禮物給我 然後我做開箱的影片 其實 我可以耶 可是應該沒有人要送我東西吧 問題也不是出在我會不會拍 應該出在會不會有人送我禮物吧 順便想要大概提一下今年 我準備的聖誕禮物是什麼 然後我其實可能今年跟大家說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大家已經買禮物了 你的交換禮物的價格是在500到700的話 我覺得成品是一個很好挑禮物的地方 因為它其實像我是去信義成品挑了很多東西 然後它的袋子其實雖然100多塊很貴 可是一個袋子可以重複使用 其實重要送出去的是裡面禮物 如果你在意那個袋子的話 你就買包裝紙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包裝紙比較浪費 因為很多人會很暴力的撕利物 然後我看到其實還蠻生氣的 因為我包得很辛苦 然後它很暴力的把它撕掉 然後就扔了 可是那也很貴 所以我覺得袋子比較實用 然後把蝴蝶接 就是直接剪開就好了 對 而且它是雙層的 有一層 有一個好像類似布置布在外面 我覺得其實質感還蠻好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這個更貴了一點 這是羊毛沾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可愛 這個造型的 然後裡面放一個小禮物送人 其實也還不錯 對 就這樣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我的影片 然後之後可能 從寒假開始 我可能會開始 慢慢一個禮拜 會放入一部我自己的影片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幫我點閱 因為要成為YouTube大使 需要就是口條的能力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多看一下囉 謝謝 順便說 跨年那一天 我會在Facebook上直播 大家如果有空的話可以來看 謝謝 掰掰 你剛剛在旁邊睡睡念 睡睡念什麼 你說話了 哈囉 哈囉 跟大家說哈囉 哈囉 哈囉 你也知道我在錄影嗎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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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睡著了 你去睡吧 哈囉 你 我剛才可以過 你去睡過 我 對 寒冷 我 你 感谢观看